《美文朗读 通病》 作者 廉士生 朗读 陈锤良 现代教育的通病在于轻视个性 只顾大量生产 因为过分注意大量生产 所以教育机关不能不定格课程大纲 然后由各书局聘请专家 根据这课程大纲来编辑课本 结果这些大量生产的课本 少数天资淫雾的学生觉得不够味 少数资质迟钝的学生也觉得活受罪